副一人薛英局啊,把薛剛給打進了丘車 拉著這妻子的死蝕,一同奔京都來,去路過二龍山把他嚇一大跳 這個二龍山啊,也叫對松山 怎麼把他嚇一跳呢,才讓這些人看,你們會看,能兩條龍 大夥順著手指的方向這麼一看啊,好多人沒來過這勁,真嗆兩條龍 感情是兩棵松樹,也不知道怎麼長的就攪到一起了,龍頭對著龍頭 透過這個兩個龍頭之間啊,就好像一個大圓月光似的 這不二龍戲竹嗎? 薛義沒到這地方來過 當地人啊,一些傻了歲數的都知道 而且把這個故事說的還有鼻子有眼 也不是在哪個年,說兩條龍犯了天條了 不該下雨啊,他玩著命的行雲不雨 把好多地方都給嚇唠了 玉皇震怒,就把他們給打下凡間了 實際呢,這都是傳說 不過這兩個棵松樹長的確實有點特殊 而且有不少人 藉著這個松樹這個特殊形狀 在這下呢,謠言惑眾 這個神了,哪個仙了 有不少的這些個黎民百姓啊,還真信這個 大了遠的,三十里五十里 一二百里幾百里 扶老邪幼,到這兒來求醫問藥 這兒就有人啊,裝管這個 給他們點松樹枝,弄點松土面 這就賣點錢了 還真兴旺了一陣子 這對松啊,這兩棵對松前後左右啊 那個扁呢,當時都掛滿了 現在一人都不來了 怎麼回事呢 這兒有一度鬧過山袋王 有山賊 好,這山賊樂壞了 怎麼,這些燒香的香客 大部分都是小男婦女啊 哎,她在這橫行霸道請人霸女 把好多良家婦女給羅商山去做她的壓袋夫人 你這誰受了啊 當時這這,這兩棵樹也顯不了零了 吃什麼藥也不好使了 而且啊,把那個敲詐勒索錢財的那主啊 也全嚇跑了 後來呢,也不又從哪兒來了幾位 了不起的,陸林好漢 把這山賊王給趕跑了 把好多那個被困的婦女又都給救出來了 反正不管怎麼折騰吧 這二龍山這兒啊,沒人再敢來了 那扁呢,也就是風吹雨淋的 有在這兒過路的,燒走了的 那,也就完了 不過這兩棵松樹呢,還是那麼無言 啊,我學一個嚇一跳 哎呀,哎,過來過來 叫我兩個軍校來 這個地方,這個太平不太平啊 啊,這倆軍校,衝他呲牙一樂 哎,將軍,太平不太平,您怕什麼呀 您別忘了,您是當中的總兵啊 您虧咋在身 憑您手裡這條槍 按照您的武藝 別說沒有什麼山賊道寇 如果要有 那他不是自來送死嗎 嗯,言之有理 哼,這麼說 你們還很相信我 那當然,不相信我們能跟著您嗎 哎,好了好了 現在什麼時候了 太陽 趕快平息了 不好 學一向趕快,趕快 找店,住下住 早住 晚走 哎,這樣啊 路途上能多少安全一些 前面什麼所在啊 搖家吉,打電 最大的電話 好 軍兵答應一聲,就奔著搖家吉來 這個村落呀,本來不大 但是呢,由於過往有些客商 住見的這個村落就兴旺起來 把這個村口東投入北 有一家客棧 呵,四個醒目大自身 搖家老店 再就是什麼 試換行財了 安於客商了 也就是寫點子這個唄 看這個店呢 確實有點氣魄 秉林總兵 這兒有一座店怎麼辦 就住這兒 把所有住店的 不管是這個常客還是新來的 一律 趕走 是 中軍官大人一聲 就奔著老店門口來 這老店門前呢 有四棵龍爪回樹 在這龍爪回樹的前面 這放著一把大椅 旁邊有個小茶桌 椅子承承坐著一老頭 把這中軍嚇跳 怎麼回事兒 看這老者呀 年紀可不小了 大概有六七十歲了 老頭呢 生得上中等身材 身體是不胖不瘦 書法已經白了 他背目在那兒養神 身上穿著一件 半舊的姓黃短衫 腰樹絲頭 大紅中衣 高腰白襪 腳下一雙 紅豬旅 那底子 蒙蒙二寸來厚 嗯 旁邊站著一個小童兒 可能是伺候這老頭 這中軍不知道 這老者呀 感情就是這兒的店主東 誒 我説這位老漢 這店是你開著嗎 他一問 老頭把眼睛睜開 一您喊一下的鬍鬚 嗯 就這樣啊 擺著衝衝一下咄嗦 蛤 怎麼 這老頭這眼神 怎麼這麼足啊 阿姆匆匆放光 他走著進前才看清楚 只見老人 手裡頭 揉著倆鐵球 這倆鐵球那麼多個兒 好家伙 雖然嘩嘩嘩直響 這鐵球有膽 但又一樣 這球跟球不碰 不能互相摩擦 只見這兩個球啊 就在老頭這五個手指肚上 來回跑 嘀咕咕咕乱轉 好家伙 這中軍心想這老頭有臉小子 嗯 君爺 你要住店嗎 不錯 多少人哪 好幾百呢 您得把這整個店房給我們騰出來 反正那可不行 因為什麼 我這已經住了些客人 不管他是誰 一律清楚 聽住你 你不知道 現有登州的總兵 薛毅 薛英俊 將軍 是親自押解 侵犯 皇帝的要犯 要進京 面軍 知道嗎 這柴是 比親柴的資格小不了多少 別說你這面子 就包你這村 你也得給騰出來 老頭衝他擺擺擺手 我不管他什麼差 也不管什麼將軍 得有個先來後到 我這個店房啊 沒地方 如果你們覺得不方便 到他人的店房去吧 說著 老頭往那大椅子上一靠 眼睛一閉 又啞上人了 一喝 這中軍西想好的派頭啊 幹什麼呢你 杜皇上 杜皇上在你們這三分之一行嗎 你在我的總兵跟前 你不打聽打聽 我家總兵什麼人 把同城五血缸都給抓起來啊 我們這夫人一頭碰死了 把沙也摔死了 我家總兵沒頭都不皺 了得起嗎 他也不知道這些事兒 甭跟他照顧這個的 我 你起來 這中軍不知道好歹 他想一把手啊 把這位老店主給拽起來 給他們下馬威 這老頭看著是避著雙睛 那樣神 誰知道感情差了 人家是威和二目 這手一下子就抓來了 老頭把這手輕輕這麼一抬 就扒了他一下 抓我幹嘛呀 這不很正常嗎 可了不得了 怎麼辦 這中軍受不了 唉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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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怎么这么麻烦呢 还要回变大人 了不得了 这又这么这么回事 学艺这个家伙 善观气色 这家伙 整个是条变色炉 那孩子才快 他是这店主吗 可能是 肿了 快快快 把他想主意 包上点 弄个什么 把他吊起来 吊上 我去干 我去干 这中村长着总兵 你给我出气 这家学艺腾腾 几步就过来 这老远就飙升这老头了 到老头跟前 深迟一礼 哎呀 老人家您好啊 事不相瞒 我乃是登州的总兵 我叫学艺 现在是到京师去 这是奉王命啊 压界拆贩 为什么我要让您把电腾出来 为了您的方便 也为了我们的方便 我们一定啊 多给您电钱 多给小费 那都没关系 你想 他这一客气啊 老头倒没词了 哦 哎呀 我这个电房太小了 恐怕屈尊了将军 你啊 不管怎么说呀 又以容身之处 那比露天地儿强得多呀 我们也没带帐篷 如果带着帐篷呢 我们就立即帐篷 就不给您添这麻烦了 我们想明日一早 吃过早饭之后是立刻登城 我们现在恨不得一天 赶出三天的路来 老人家 您给个方便吧 好了好了 老头告诉身边那小孩 去 把这个房子 院子都给盛出来 那也住不下 有些怎么办呢 有些外外外 这忍着吧 凑合着得了 先把修车弄到后边去 哎 看修车的人啊 六十人一拨 一拨就六十 连推车带户车 全攥上 刀枪电解 不离手 一天分好几拨就来回 这么倒腾 要不然怎么带好 满人呢 腾出一小院来 学艺在这儿休息 进来之后擦颜树 喝点吃饭 就忙喝这套呗 早点歇啊 他有心事 他不跟这些人说 谁不知道总兵这是干嘛 你看 咱这总兵 派头大致的呢 怎么最近 变成车样了呢 那你就甭问了 咱们这不要升官了吗 哦 比过来几句不敢再多说了 随意告诉他们 今天晚上能天下放手 啊 可以拍自己的亲戚 看着这秋车 你 你可不能答应 晚上天到二更了 忽然间 放秋车这点屋子 你后窗户开了 就让窗外子一探身 走 这雷人 一大活人 由窗户后跳进来 往地上这么一落 就像扔些一团棉花似的 一点动静没有 这人几步 就到了秋车旁 这时候 秋车前面 四人背靠背 一路劳伐呀 船睡了 这几个人心里也想 想是 干嘛呀 看你这么一样 这秋车还能长翅膀啊 是走着好好 待着好好 滋楼一下就能入地呀 那岂有此理吗 这不是 怎么这么看 这还无形 这怎么这行啊 连眼都不差 就天天瞅着 求车 这就保险了 这几个 收了一肚子气 粘不筋的 喝了点酒 睡了 薛刚没睡 屋里灯光 昏昏万寒 薛刚一天 水米没打压 什么东西都没吃 心火太盛 他也吃不下去 不是不给他翻车 哎 还给他送酒呢 怕把他委屈着 薛毅想好了 你得精精神神的 我把你送到 则天皇帝的跟前 让陛下看看 你看没有 这叫那薛刚 看完之后怎么处准了 就看您的了 他怕他路途上出事了 薛刚耳音好啊 他听见有点东西 扭下轨道 这么一敲 只见在车旁边 站着一位老翁 二母窘窘有身 老人 用手轻轻一点 胡须 扶下身来 滴滴的声音 装士 你身犯何罪 哎 薛藏轻轻叹口气 老人家 不问也怕碰 我一定要问 我看出点东西来 非问不可 不才乃两辽王之子薛刚事业 老人都问一下 把掌提起来 干什么 他要批车车 救忠良